宅配行李搞乌龙 华航惹客宿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一青天2.0 我是季子物 大家好 我是卢小小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 行李被人拿错有够衰的故事 啊是怎样衰啊 话说Kelly一家人坐华航飞机返国 但等行李的时候怎么等 就是等到她的行李 结果就跟华航柜台反应啊 对方说应该是有人拿错行李啦 可是当天晚上都快11点了 父母年纪大太累了没法再等 于是华航说行李可以寄回去给他们 第二天早上啊Kelly自己打去华航问 华航说行李寄出咯 但中午也没等到 华航又说5点会到哦 结果还是没到 Kelly又再打了两次电话去追查 对方都说会查却没下文 第三次打去Kelly不爽地说 你们可不可以好好做事啊 结果就被挂了电话 Kelly就整个爆炸了 Kelly家人帮他打去华航理论啊 才终于找到行李了 竟然说后在机场会赶快帮他寄出啦 华航事后有解释是宅配搞乌龙 但小保管说 华航人是行李的善良管理人 后续当然还是责无旁贷要负责处理好的 服务应该要再加强 先被人家拿错行李 事后还被寄错 后真的有衰耶 对啊你说是不是很容易看错嘛 都可以把我看成蔡小英的弟弟 你们看有没有离谱 真的还说你台独 我看这件事你可以屋主很久呢 有没有离谱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